蘿蔔 排骨 湯 這個湯裡面我們一定有加薑 這薑可以提味 然後排骨呢 我們一定是先用另外一個鍋來汆燙 汆燙滴過一些茯苓跟雜質之後 再把汆燙過後的排骨放到本鍋的湯裡面 所以這個程序上一定要這樣子來 那煮的過程當中當然是薑是先放的 然後肉燉當然我們要先在燉的過程當中讓肉先放 因為我們希望肉的咬合過程當中不要太屌 不好咬 那個苦跟肉能夠輕易地咬合跟脫離 所以肉要太一點冷 太一點柔軟 然後太一點暖 只有才放蘿蔔 但蘿蔔也不能說 醋到不能太硬 好 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如果你的湯要好喝 跟那個 跟那個苦都要好好咬的話 看來燉肉的時間點就要長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火算是差不多了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排骨蘿蔔湯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排骨蘿蔔湯 YA